将头术相信对大家来讲都是一种很神秘又很可怕的武术 它不只是可以拿来害人,把人弄到生不如死 它甚至可以用来救人 然而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有着一位人称鬼王的将头术 传闻它是一个法力高强的将头术 人们就是因为佩服它高强的法力,所以称它为鬼王 但是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为了钱可以溜清不认的人渣将头使 因为它曾经说过,只要金额让它满意 就算要它下将头给自己的妈妈,也不是问题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这一位人称鬼王的将头使 在影片开始之前,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已经订阅的朋友们,记得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当然啦,也不要忘记追踪我的IG 那么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影片吧 在槟城市郊的一个小乡村里面 有一间大门屋顶上挂着黑白照片的主角 而这一个照片却是一个年轻的少女 根据当地的村民所说 有人曾看过这张照片里的少女 他不但会对你微笑,有时还会对你眨眼 而这间大屋屋顶上挂着的黑白照片的住家呢 就是这位冰城鬼王的法坛 单单只是这样的装饰以及设计啦 就已经让人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你们试想一下哦 当你们在大半夜走在路上啊 无意间看到这间住家屋顶上的照片啊 到底是什么感觉 说到这张照片啊 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哦 而是一张有灵魂附身在里面的照片 而附身在里面的灵魂呢 就是照片上的这位少女 据传说啦 这位少女是因为感情的问题而自杀 冤魂啊 在外四处游荡 后来呢 就是被鬼王无意中发现 她无家可归 所以就把她带回家供奉 刚刚我们就有说到嘛 照片中的少女啊 会对路人眨眼跟微笑吗 其实啊 如果你诚心诚意问她有关姻缘的问题啦 她都会用微笑 或者是眨眼来表示愿意帮忙请求者 相反的 如果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话呢 就表示她不愿意帮忙 也有不少法力高强的法师师傅 看过这张照片啊 每一位看过这帮照片的法师们呢 都说这张照片非常赢 也蕴含着很强很强的法力 除了这张黑白照片呢 在槟城鬼王的神坛里啦 也供奉着大大小小上千只鬼仔 同时也堆满了很多亡灵的照片 除了这些呢 也有不少其他人的照片 而这些照片呢 就是被她下降的对象 对鬼王来说啊 不管是谁也好啦 只要价钱OK 不管对方是谁 她都愿意给对方下降头 哪怕是鬼王自己的亲人 要一个人时 OK 你钱拿来 我可以抓 有人给我钱抓 我的母亲抓 我的心底抓 我的爸爸 我可以抓 给我钱 就是 你是我的老板 而且啊 Normally的话啦 只需要大约 3000块马币 鬼王就会帮你办事了 根据鬼王自己亲自所说的啦 一般会下的降头呢 都是从降比较多 除了下降头啦 冰城鬼王也有帮人家做影员 招财 守财 甚至是提升个人魅力 以及人缘的法师 当然啦 也少不了卖佛牌啦 据说呢 有的佛牌啊 甚至还高达五位数的价格 冰城鬼王啦 本身是主修修炼鬼仔灵通的 而且呢 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啦 也比一般的法师还要厉害 这是因为啦 在冰城鬼王小时候啦 有着一个非常不如意的童年啦 才会造就他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呢 他是因为体罗躲兵 他的家人觉得他是一个累赘 是一个负担 所以就遗弃了他 就在冰城鬼王差不多脚踏鬼门关的时候啦 他就向天神鬼神祈求 只要有谁愿意救他 他就会奉献他的一生 给救他的鬼神 到最后呢 就是鬼神解救了他啦 让他健康的成长 而且还教了他武术 如果在早期就已经认识 这个冰城鬼王的朋友们啦 你们就会发现哦 冰城鬼王身上的跌度越来越多 那是因为啦 只要他学习的法术越多 他的法力越高强 他身上的跌度也会跟着增加 这些跌度呢 除了是体现他自身法律的证明以外呢 同时啦 也是为了更有效的保护自己 不被其他将斗石以及鬼魂的侵犯 那么以上呢 就是将头大师冰城鬼王的世界啦 不知大家听完后都有些什么想法呢 又或者大家啦 知道更多关于这个鬼王的其他故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如果大家还想要我解说什么影片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我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